他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 而不仅仅是佛教内的传说人物 但关于达摩的事迹 多带有传说色彩 在有关达摩的传说中 大多与少林寺有关 而说到少林寺 不能不追溯到中国最早的佛塔和佛寺 中国第一座佛寺的建造 最初源于东汉明帝的一个梦 在夜深人静的夜晚 东汉明帝梦见了金色的神人 来到他的宫殿 他们像金色的鸟儿 在他面前飞来飞去 第二天上朝 明帝把自己的梦说给大臣们听 大家有点不知所云 这时一个名叫傅义的大臣站出来说 这金色的神人就是西方的佛 于是明帝决定派人前往印度 寻求佛经 几年后 汉朝大使带着两名印度僧人和一大批佛经佛像回到洛阳 就这样 一匹白马千里迢迢 从一个古老国度把佛教带到了中国 佛教也从此在这一片同样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汉明帝于洛阳西雍门外建起了白马寺 供两位印度僧人摄杜藤 主法兰一经 白马寺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佛寺 在白马寺敲着木鱼的摄杜藤 从竹法兰抬起头来 悠然望见东南方有高山耸志 烟云出于期间 于是 奏请明帝 派人陪同他们去那里另寻清净之地 再造佛刹 高僧一行有缘踏上了松岳府地 太世山南路有一处狭长的山间谷地 林鹤声凉全流成响 东面有两封并利 两封之间空绝如门 每逢中秋 一轮明月从空门冉冉升起 荧光流泻万籁生辉 这就是自古被誉为 松岳第一圣经的松门带岳 摄杜藤和主法兰 有幸亲临松门带岳美景 佛心为之所动 决定在这里建造寺院 寺成于东汉永兴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七十一年 汉明帝赤明 东都大法王寺 晚了白马寺三年 这也是中国第二座佛寺 摄杜藤主法兰 在这座宝刹里 一经不道 继永平十一年 他们在白马寺 完成中国第一部 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后 由于松山大法王寺 陆续译出几种 小城佛教的早期经典 北魏太和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四百九十六年 邵氏山北路 五辱风下寂静的山林中 矗立起了一座寺院 这便是日后声名显赫的 少林寺 少林寺是北魏孝文帝 为安顿印度僧人 跋驼传教而兴建的 但少林寺的名扬天下 却源于另一位印度高僧 菩提达摩 佛教的发源地是印度 而禅宗是独具中国特色的 佛教宗派 他的发源地在嵩山 在被誉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 传说达摩到达中国后不久 便来到了梁朝的都城金陵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在那里见到了在位的梁武帝 萧衍 萧衍是一位极力推崇佛教的皇帝 他在任时大力扶持佛教 致力于建四 写经 杜僧 造像 他自己也觉得做了不少 有利于佛教传播的好事 因此 他一见到达摩便问 我做了这么些事 有多少功德 达摩冷冷地回答 并没有功德 这让梁武帝感到很失望 他接着问 为什么没有功德 达摩回答 这些都是有违的事 不是实在的功德 后来的谈话 梁武帝执着于各种经验意义上的有 而达摩的解释是超验意义上的空 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 两人不欢而散 据传 达摩离开宫廷后 梁武帝把他与达摩的问答 告知了他的师父 智公禅师 智公听后对梁武帝说 达摩回答得太好了 他就是观音菩萨 成愿再来 传佛真谛的 梁武帝 梁武帝深感后悔 马上派人追赶达摩 一直追到长江边 只见达摩随手折下一只芦苇 置于江中 脚踏芦苇 幽然渡江北区 这就是著名的 一尾渡江传说 一尾渡江传说 因于笃信佛教的梁武帝 硝眼话不投机 就渡江北上 到了江边 达摩折下一只芦苇 轻轻平放在江面上 只见芦苇樱花昂首 芦叶平身 双脚踏于芦苇之上的达摩 就这样飘飘过了长江 一个月之后 达摩来到了洛阳永宁寺 只见寺中九级宝塔 金盘耀日 光照云表 宝夺寒风 响彻天外 歌勇赞叹 不绝于耳 达摩习出望外 口念纳摩 在一个瞬间 他就决定在此停留 离开永宁寺 达摩来到了几十里外的 松山少林寺 在这里面壁坐禅 一坐就是九年 当地人并不知道 面壁坐禅是什么意思 便给他一个称号 闭关和尚 面壁似乎是一种 追根穷源的内心探求 也似乎是一种无言的召唤 和漫长的等待 由于日久年身 达摩的身影 投在洞内的石头上 面壁的姿态 永远留在了 少林寺的达摩洞里 就在达摩面壁坐禅的岁月里 一个名叫神光的中国僧人 似乎得到了不可抗拒的召唤 出现在菩提达摩的面前 并且最终得到达摩的真传 成为中国禅宗的二祖 他就是传说中断地求法的慧可 神光的知识背景与达摩不同 他擅长中国传统的佛教毅力 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 也颇有信德 他以为这些知识背景 会被达摩所赏识 可他没想到 见了达摩之后 达摩对他很冷淡 只是照旧面壁静坐 并不理会神光 这或许是达摩在考验 神光求法的意志和决心 神光没有气馁 他想 古人求道 有敲骨吸髓的 有刺血济济的 有步发掩泥的 还有头身似虎的 跟他们相比 我受点冷落 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 他坚持虔诚地 侍候达摩 从春天一直到冬天 纷纷扬扬飘起漫天大雪 神光仍然在雪地里视力 天亮的时候 积雪已没过他的双膝 达摩这时 突然开口问道 你这么长时间 站在雪地里 想要干什么 神光泪流满面地说 岳和尚慈悲 为我传法 以广度众生 达摩还是担心 神光只是一时冲动 难以持久 沉思片刻后 对神光说 你要我为你传法 除非天降红雪 神光毫不犹豫地 用利刃自断阻壁 顿时鲜血飞溅 染红了地上的积雪 达摩 达摩当即收留神光在自己的身边 并取名慧可 少林寺内的利雪亭 就是为纪念慧可断壁求法的事迹而建成的 达摩 达摩以四卷 愣家经授予慧可 成就了禅宗在东土的第二代祖师 自此 禅宗在中国有了传法世系 少林寺的声明显赫 除了禅宗出祖 菩提达摩之外 还有一样 就是人所皆知的少林功夫 其实 少林功夫与达摩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被誉为少林功夫之源的易经经 相传就是达摩留下的 易经经记载的是一种疏通人体经脉 从而强筋撞骨的功夫 达摩采用面壁的方法参禅 长期静坐 混卷是难免的 因此 偶尔起来活动筋骨 也显得非常必要 相传达摩走后 少林寺的僧人 在达摩洞中发现了一个铁盒 盒没有锁 却打不开 聪明的僧人 用火一烤 铁盒便开了 原来铁盒被蜡封住了 以防止水气侵蚀 铁盒中有两本书 一本是易经经 另一本是喜随经 都是用梵文写的 当时 少林寺里真正懂梵文的 只有二祖惠可 惠可把易经经 留在了少林寺 自己带着喜随经 去云游天下了 少林寺中 有一些对梵文 一知半解的僧人 你翻他意 依法修炼 以至于少林功夫 多如牛毛 除了一尾渡江 面壁九年等传说外 有关达摩 还有一个著名的传说 就是知旅西归 相传达摩去世后 弟子们将他的遗体 葬于河南闪现境内的 雄尔山 三年后 北魏人宋云 奉命初始西域 在回国途中 路经冲灵时 突然看见达摩手里 拿着一只鞋子 偏偏向西独行 宋云问他 大师到哪里去 达摩回答 去西天 后来有人掘开他的坟墓 发现空空荡荡的棺内 只有一只鞋子 也许 为中国禅宗 开宗立派的菩提达摩 真可以心安理得的 荣归故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组惠可大师 本名神光 俗姓姬 虎劳人 慧可自幼气质不凡 为人旷达 博文强记 广摄如书 尤其是精通诗经 易经 喜游山玩水 他来到洛阳龙门香山 跟随宝敬禅师学佛 不久又到永牧寺 受聚足界 此后便由各地讲堂 学习大小城佛教的教义 年四十 从菩提达摩学禅 据传达摩到松山少林寺 念帝九年 以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的祖师禅 皆引有缘众生 一天 僧人神光 听说达摩驻少林寺 就前去拜见 希望求得法传 他朝夕侍奉达摩 但达摩只是端坐面壁 却不给他讲什么法 可神光并不气馁 内心反复愈发恭敬和虔诚 他不断用古人违法 忘蛆的精神激励自己 古人求道 敲鼓取随 似血寄击 忍常人所不能忍 古人尚且如此 我又何德何能 就这样 他每天从早到晚 一直待在世外 丝毫不敢懈怠 相传 时值寒冬腊月 一天夜里 天降大雪 达摩传师 仍依然如故 在世中面壁 神光仍在达摩室外 站立不动 一直站到天江明时 直到达摩结束坐禅后 打开世门 看到神光还站在风雪里 学已没过膝盖 这时才开口问道 如酒立雪中 当求和事 神光泪流满面地说 只愿和尚慈悲 为我传道 达摩说 求法的人不以身为身 不以命为命 达摩担心神光 只是一时冲动 难以持久 沉思片刻又说道 让我传法给你 除非天降红雪 神光解义 于是毫不犹豫地 取利刃自断左臂 以示决心 鲜血飞溅染红了 鸡血和衣衫 达摩终于被神光的 虔诚举动所感动 于是留神光 在自己身边传法于他 并为他 其法名 慧可 同时又将从印度 带来的四卷 愣家经 传于慧可曰 我观汉地 唯有此经 行者一行 自得度适 历代法宝记记载 达摩密室会可说 西如来 以正法眼 藏富家业大事 辗转主类 而至于我 我今妇辱 辱当护持 耿曰 内传法印 以气正心 外付袈裟 以定宗旨 辱受武教 听武传法济言 武本来资徒 传法旧迷情 一花开午夜 结果自然成 慧可 按将传法记 牢记心中 从此 禅宗在中国 有了传法世系 慧可 成为了日后禅宗 在东土的 第二代祖师 后来中土禅宗 进一步演变为 伟仰宗 林济宗 法眼宗 云门宗 曹洞宗 五大牌 果然印证了达摩 一花开午夜的预言 现在到少林寺 转过藏经阁后 竟能看到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 立雪亭三个大字 石碑后面 是一座 小巧玲珑的 电视建筑 这就是立雪亭 相传此亭 原来并不叫立雪亭 而称达摩亭 是为了纪念 二祖慧可 为求法断壁 而改名的 在少林寺 西南四宫里 波鱼峰上 有一座安院 也是为了纪念慧可 而修建的 相传 这里是慧可 求法断壁后 养伤的地方 公元五百七十四年 北周五帝灭佛 慧可受达摩心法 护经向南下 最后选择在宗教势力 最薄弱的司空山 为其浊西之地 见似说法 此举是为了避免 当时激烈的宗教对抗 及尖锐的宗教派别之争 保存了佛教的实力 为禅宗的今后发扬光大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慧可上山时 就住在主峰下 仰天窝的石洞中 后在洞前 夹盖石室 弟子僧灿 则住在石室后侧的石洞 现在 司空山可见二祖禅叉 即当年祖师洞 三祖洞 蒋经台 传一史 有人说 在中国佛教史上 若没有司空山 便没有中国佛教禅宗的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现在 司空山山门处 留有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 赵普初先生所提 禅宗第一神 因二祖在此传一波 于三祖僧灿 僧灿又传四祖道信 道信又于黄梅双峰 传于五祖红忍 红忍又在黄梅传六祖惠能 一百余年 禅宗一波传五代 都在此大别山西南路 这种稳定的地理格局 与北方随意形化 四处流浪的情况 形成强烈的对比 使得禅宗能在平静 安宁的环境中 发育成熟 公元五百九十三年 惠可入祭 享年一百零七岁 隋文帝赐世 正宗普觉大师 唐德宗赐世 大祖禅师 这两朝君主 对惠可继承佛教 创立中国禅宗的历史地位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祖堂集关于僧灿的生平 只有简单的几句话 祖堂集关于僧灿的生平 为《景德传灯录卷》三则说的比较详细 说 僧灿于东魏天平二年 年逾四时 见二祖惠可而得道 隐居书州晚宫山 遇后中武帝灭佛 往来太湖县司空山 居处无常 积十余载 于隋开黄十二年 渡沙弥道信 后游罗浮山又回晚宫山 为众说法随大业二年 掩历而逝 葬于山谷寺后 也就是今天的三祖寺 丽化塔正是由此得名 关于惠可传法僧灿 武灯会员记载道 有意军事 年逾四时 不言兴事 遇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